部長 上去年發生了一件讓我很難過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不到一歲的小baby 在一個脫嬰中心當中死亡 那監視的錄影帶因為那個小baby所身處的地方在死角沒有錄到 但是監視錄影帶看到其他照顧baby的方式顯然有不當對待的方式 包括拍擊球 頭部等等 那父母發生這樣子的悲劇以後當然很難過嘛 那接下來就要追究法律責任 送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他所開出來初步的診斷 在急診的診斷證明是疑似呼吸到阻塞 然後檢查出來到急診室的時候 鈉離子高達13 那這個比正常的鈉離子 甲離子高達13 這比本來正常的甲離子高非常非常的多 那也符合就是說因為窒息而死亡 在病理上面基本上面的診斷 那核心的關鍵是什麼 核心的關鍵是說 後來檢查官在整個偵查的程序當中交給法醫研究所 我現在沒有說誰對或者是誰錯 但是醫院的報告我看過了 但是我現在有一個讓我非常狐疑的事情是說 那家長他們媽媽就跟地檢署要求說 那法醫研究所你做了鑑定 到底是怎麼鑑定的 那你總應該要接受檢驗嘛 要求提供鑑定報告 但是檢查長說這是屬於偵查不公開的範圍 這個是我們實務上面向來所採取的見解嗎 因為我自己的小孩子死了 然後送到法醫研究所裡面去鑑定 鑑定出來的是嬰兒猝死 然後在醫院的急診室 告訴我的是窒息呼吸道阻塞 然後病理檢驗報告也一樣 那我當然要看法醫研究所鑑定是怎麼鑑定的啊 結果檢查官跟他說這是偵查不公開拒絕提供 這屬於偵查不公開的範圍嗎 跟委員說明如果還在偵查階段當然也許不宜啦 但是如果偵查告一段落已經結束了 偵查到一個階段不宜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還在偵查當中 好那第二個 那在偵查程序當中 家屬可以向檢察官申請第三方鑑定嗎 他可以提出這樣的需求 那他提出了這樣的需求被檢察官駁回 檢察官說沒有必要 我就是要以法醫研究所的違準 那這樣的家長能夠怎麼辦 這個恐怕是個案情結有檢察官 這個我當然了解是個案的情結嘛 那但是我要拜託部長回去檢討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一般那個人死掉的解剖報告 那或者是到底死因是什麼 對其他人偵查不公開 這我100%支持 但是事實上學者早就在倡議說 這個對自己的家屬自己的親人 等於是在這個被害人當中 在刑事訴訟法上面有告訴權的人 不應該有偵查不公開原則的適用啊 這個事情我當然尊重啦 你們看要怎麼樣去研議啊 但是刑事訴訟法的學者 都已經提出這樣的呼聲 在實務的運作上 從偵查不公開的立法譯子 我完全想不到說 一個一歲的baby死掉 結果法醫研究所鑑定出來是嬰兒猝死 然後要對家長不公開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你總不可能 要說好那我先做不起訴處分 那我再把那個檢驗報告給你 你如果來得及的話 那你去申請在意 但問題是申請在意的時間有多久 他可以在那麼短的時間當中 馬上找到專業的醫生 幫他提出second opinion嗎 部長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充分了解 所以死者家屬的心情我可以充分的體會 所以如果在案子在進行當中 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情況下 現在我就變成是偵查不公開 到底是一個多大的保護傘嗎 他的立法意旨是什麼嗎 他的立法意旨是不要讓小朋友的媽媽 知道小朋友是怎麼死的嗎 我雖然不是刑事訴訟法的教授 刑事訴訟法我也念過啊 這個跟偵查不公開要保護的法義 跟意旨到底有什麼關係 如果沒有關係的話 本來就可以提供讓家屬了解 對啊但是問題是現實上面 就不是在這樣運作的啊 他說他跟家屬說明的方式 就送你五個字啊 偵查不公開啊 然後我對於這個報告我看不到 我不服我要申請再鑑定 檢察官說我要以法醫研究所的為主 這個如果是你的小孩 你的心情會是怎麼樣 更何況這個跟偵查不公開 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他到底要保護的法義是什麼 法務部願意檢討嗎 願意 好 接下來一個喔 就是我更看不懂的事情 那個